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料当中的没有想到 然后也在我其他朋友那里买到一些款式 那么今天我要给大家开箱的是AJ11康扣的全家桶 什么叫做全家桶 就是这样的全家桶 男鞋 女鞋 铜鞋 婴儿鞋 慢慢给大家做介绍照顾不同的需求的朋友 因为现在喜欢球鞋的朋友很多 不仅男生喜欢球鞋 女生喜欢球鞋 孩子喜欢球鞋 宝宝也会喜欢球鞋 那么今天我们慢慢来给大家开箱 关于这双鞋子的很多新闻我不想过多去说了 因为它的做工怎么样吐槽 它的货量多大 然后Nike怎么卖情怀这一些呢 我都不想太多去说了 包括它的一些历史 大家可以在网上面查到我今天要做的是这双鞋子 我的见解以及跟另外的几双 看扣11的一些对比以及它的开箱 OK 那么首先肯定要做的是南庄的开箱 这一双是9.5码 我加了大概是100块钱左右 那么现在市场上面炒卖价呢也在100到300块钱左右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打开之后 嘿 是一层黑色的塑料袋 要再把它拿开 你会看到这一双AJ11抗扣 其实我对这双鞋子的感情是在于我大学的时候 就是上一次的发售11年的时候呢 我看到有朋友在穿 然后我很喜欢 但是因为那时候还是一个穷大学生没有多少钱去买 那今年我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来满足了 那我觉得其实还是不错的 不过在收到这双鞋子之后呢 我不是吐槽 我是说一些我介意的点 有几点我介意的就是 第一个它的盒子太简陋了 可能有的朋友觉得说你穿的是鞋子而不是盒子 不过对比我前两年买的大魔王 大魔王是一个抽屉式的一个盒子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呢在里面的会有一些PVC的卡片 一个很漂亮的半透明这样子11的 这个包装反正做的很漂亮很高档 那对比说一双1599原价的 修设来说我觉得这个盒子真的是有点拿不出手啊 这一双的堪扣11呢 今年我拿到手之后呢 我对比了一下我的大魔王以及我之前买到的一些AJ11 LOW的版本 我觉得它整一个鞋身上面会较会较晚长的会比较宽一点 那可能是在鞋圈上面的会有一些的调整 它整一个鞋身的一个宽度呢明显更加的宽了 那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 然后第二点就是在漆皮这里大家都发现了用了更加多的漆皮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 但也不是一个坏事 因为对于喜欢漆皮的人来说 肯定多一点漆皮会好像更加华丽一点 更加高贵一点 不过这个漆皮的质感稍微有点不尽人意 而且我个人不太喜欢漆皮 那就留待大家去评论了这个 然后第三点我觉得今天会有点不一样的是 它这一个碳板确实有点让眼失望 首先是在它的颗粒感当中我觉得是比较差的 整一块碳板看上去好像就是一块平的塑料一样 然后整个厚度上面也是比较薄的 不过我在网上面找了一些关于碳板的验证的文章 验证碳板最好的办法其实这是燃烧它点燃它 但是对于一双新鞋来说我是不会这么去做了 总的来说这双鞋子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的差强原因了 因为毕竟是1599元价的鞋子 1599元价可以买到很多好鞋子了 对吧 不过我还是那一句话了 你买来穿搭 你穿上脚你觉得好看你觉得满意 你不是说用它来打球 不一定它要有多好的一个表现能力机能性的话 嗯 这个也是足够的了 所以大家要想开一点 就像这个网图一样 想开了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对吧 你会发现我好像在说话的时候 有一点点淡神颈了今天 那我淡神颈不是仅仅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一双 AJ11 还是因为我有一点点的不舒服 因为从上海回来之后有一点点感冒 广东话的淡神颈 其实有另外一层意思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记得关注我账号 然后在我们节目的最后呢 我会给你解释广东话淡神颈 有什么另外的一些特别意思 好吧那这双的AJ11看扣呢 我们就先刷这里了 我要介绍这一双AJ11看扣的女马 这双女马是36.5的 然后我们看到其实它整一个包装上面斜合呢 跟男马会有点不一样 男马的是光面的 女马这一边呢是有一点的 就普通的一个纸皮面了 没有光面了 把它打开 这是一位群内的兄弟转给我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包装还是简陋的 不过它稍微的会有多了一点点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Nike的RFID环扣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那一双呢 是从别人手里转卖给我的 把这一个环拆下来还怎么样 反正我看到这一个RFID环扣之后呢 我是觉得是新鲜的 因为据我所了解 Nike是近段时间才开始在自己的鞋子上面 加入了这一个环扣 我觉得这也跟现在二级市场的做法 会有一点点的联系了 其实就是一个防吊包扣了 那是不是所有鞋子都有呢 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告诉我 或者说可能只有部分的鞋子有这个环扣哈 我看到这个环扣其实会没什么大的区别 跟一般的防吊包扣 只不过在贴纸这边呢 透过光线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它还是有一些类似芯片这样子的物件在的 我可以拆开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那我们不去管这个了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鞋子 我拿到这双铝马之后 我发现它明显做工比南马要好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在漆皮这里呢 它还是用的可能是上一代这一个比例的漆皮 没有说像南马这样子用了很大面积的漆皮在上面 然后南马普遍出现的一些异胶啊 然后车线不好啊的情况呢 也并没有出现 我对比了一下我看到其实各个位置上面的一些刺绣啊 缝线啊又或者说这个字样的一些喷涂啊 都没有说特别明显的瑕疵在上面 所以可以断定说铝马比南马做的要好 那其实南马有一个东西我是比较在意的 我刚才说到喷涂了是吧 我的这一双南马右边喷涂这里 四四五喷摩埃了 你发现了吗 不过算了这个还是不纠结 这双铝马的鞋子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他跟南马的区别其实不大 那也有朋友之前有问过我说 呃如果我的脚比较小 就是男生如果脚比较小可不可以穿女马 那我今天告诉你 如果你不介意 女马他的鞋垫比较薄 我们可以看到啊 南马的鞋垫是这样子 女马鞋垫是这样子 然后你还不介意他的鞋头比较尖啊 南马的鞋头明显比较宽一点 最后一点你不介意他的鞋背 比较低矮 就是说你的脚背不能太高的话 OK你可以选择女马 因为女马他的发售价是1099 那现在市场上面的溢价也是在 呃100到300块之间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总的来说我觉得女马是比男马要满意的 呃最后还有一点可能也要注意到的是 在鞋帮这个位置啊 女马稍微会低矮一点点 就一点点那么多 其他人其实看不出来啦 OK 那我其实有时候还是蛮羡慕缴小的朋友的 第三双呢 我要介绍的是 小铜鞋 其实在小铜鞋跟女马之间还有一个大铜鞋 不过我这是没有买到 这一双是我自己在淘宝上面买的 好像是399还是499忘记的价格哈 我觉得还不错 首先在整个造型上面呢他还是比较忠于 呃 看扣11的这种漆皮啊布面啊 然后鞋底的啊 这一个半透明的胶胶底啊也是做到 我觉得觉得在这个底上面呢也是非常漂亮啊 水晶底 然后可以看到虽然没有碳板 但是还是造型还是在的 对于说小孩子呢穿鞋子肯定最主要还是方便嘛 所以他这里呢用的是一个 可以磨束贴这样子的一个穿着的方式 然后在下面呢有一个交叉的相巾下面再加一条 横的相巾我觉得男孩子或者女孩子穿这个都 非常的好看 又或者你可以再买小一点点 把它挂在书包 或者当时摆设也是非常的漂亮 虽然说这是一双小铜鞋 但是在做工上面有一点没有抹肤 把它的鞋垫拿出来 你会发现它是跟女马一样的鞋垫来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只是大小一点不一样哈 所以如果你是想买一双小铜鞋来收藏的话 或者说摆设的话 这个完全可以啦 如果你觉得小铜鞋还是有点大 不适合摆放的话 你想Q一点的话 哎 你可以买鹰铜套装 呃这个也是在淘宝上面买的 但是原价买回来的哈 价格看一下这里 我不太记得了 后期再加上去的这是 打开 这是抽屉式 我真的是很喜欢抽屉式的鞋盒 而且它有半透明的一个塑料纸在上面 非常的好看 我宁可男装做成这样子 都比他原本那个鞋盒要好 不好意思 我真的忍不住要再去埋怨一下 因为我的朋友看到了之后 他觉得说你这个是不是假鞋 好像很多假鞋的包装也差不多这样子 甚至更好看一点 好了 说鹰铜鞋把它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他有一个帽子 一个针织帽 哎 非常漂亮 这针织帽 好可爱 上面有一个深紫色的飞檐 logo 然后白色的帽子 非常Q 然后把帽子放下来 我们看到这一个鞋子 嘿 因为婴儿嘛 呃他在走路上面呢 其实是这一个布面 或者说是皮面 会更加的舒适 穿着上面会更加的好 然后在鞋带方面呢 也是用的是魔术贴 两条的相机 那就很好的固定住了脚了 然后呢 在呃整个做工上面呢 你看到哎 刺绣该有的还是有 然后漆皮还是非常的漂亮 很柔软啊 在展示这双鞋子的时候 不由自主的说话的温柔起来了 所以大家如果你想收藏的话 哎 这一个也是很值得收藏的 我觉得非常的可爱 那么在以后的时间呢 我会更加多的给大家介绍 呃一双鞋子 他的女马 他的女鞋 或者说他的鹰铜鞋 呃小铜鞋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呃 让更加多的朋友关注我的节目 那同时也是让更加多的朋友 喜欢球鞋 更加多不同的年龄层 是不同的性别的朋友 喜欢球鞋的一个推广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么最后的时间 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记得关注我账号 都是给我点赞 收藏 投币 转发一条龙 哎 我还没有说今天的粤语词汇 谈成鞋 那谈成鞋这个词呢 不难理解 就是 谈 往脖子上面 有时候 可能吃了一些东西 或者说你不舒服 都会有这个情况 那么在广东话呢 谈成鞋除了说这个生理现象之外呢 也有时候会表现说 一些人的 外念头 坏念头 又或者更细致一点 就是说 男生对女生 或者对异性的一些 哈 念头 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 如果别人说你 谈成鞋的话 你就想想 哎 我是不是刚才 的举止有点不雅 或者说有点太出面了 做的是不是 OK 那最后的时间 我会给大家上升一下 这一双的 潘扣 十一 我不想把它搭得太运动 尽量休闲一点吧 看看吧 我的不敷衍的上升 这一双的 我会给大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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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